宜蘭五街鄉发生了死亡车祸 今天一大早一名机车骑士在路口跟小货车发生了擦撞 骑士受到了重创多处骨折 送一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而小货车的驾驶酒色只是零 详细的事故原因目前还在厘清 前方蓝色小货车停在路口处才刚起步 下一秒与一台机车骑士发生擦撞 发出巨大撞击声响 吓坏后方轿车驾驶 撞击瞬间机车零件喷飞 回到事故现场还能看见骑士安全帽 以及机车坐垫掉落至好几公尺远 现场一片凌乱 死亡车祸发生在宜蘭五街乡县道路口处 4号早上7点左右一名34岁男性 骑程机车上班途中 行驶主干道时不慎与一名71岁小货车驾驶 发生擦撞 骑士头部受创多处骨折 送一抢救之后仍宣告不治 在这个交叉路口发生叫发撞 那导致这个机车歧视伤重不治 招式原因警方还在离行当中 双方都没有酒驾的情形 机车行驶为主干道 小货车则为香道 是否为为离让主干道车辆 而酿车祸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李克燕伊朗报道